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叮噹碼頭環節就是我世榮和大家見面 這個環節都會找一些精彩刺激賽事 陪著大家希望可以坐時光機一路向前或者看看之後的賽果會怎樣 看看會否真的緊張刺激,在這裡會介紹給大家 未講之前希望大家有沒有坐時光機訂閱了未都好 未回來我都會叫你訂閱 按右手邊的四星龍珠就可以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立即帶大家出發看看今次有什麼要看 看到叮噹碼頭,當然是顯身星勝得精彩 但身星跑長一點才適合他 1600都贏得那麼辛苦 1400我有些怕他跟不上 加上這場快步速對他有點不利 但勝得精彩完全可以受惠這個快步速 記得季初時我都貼過重心嘗試給大家聽 哇填泰安這場好便宜 結果諾菲得手8.7一樣可以開出來 就是比較偏快的步速 當時他都跑得贏達心星 所以勝得精彩對著達心星應該是贏到他的 但問題就來了 今次負多4磅 當時贏達心星 達心星那時候跑第二 輸給勝得精彩一人五 讓了很多榜 今次大家的負榜相近 當然勝得精彩更厲害 問題就是他未必過顯身星 顯身星分高過你很多 今次還負輕榜 對著速帝奇兵他都輸過幾馬位 這些馬我們叫什麼 強盜爆炸 就是這些 所以到最後 後快步速也好 後上馬 看看田泰安有沒有早發力 如果不早發力 就會被顯身星很快追過去 不要想著方家拍抵出 其實他一隊都搏 不過慢步速 就達心星像素 但是這麼多快馬 當然顯身星比較穩陣 三甲之中我想這筆顯身星 臨場蝕恩都可能落飛 都希望七八倍左右附近 贏到給大家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晚一點 還有很多精彩節目 今晚還有這個 隔夜飛錢財經 和賽馬怪談鬼上身 就就大家王家亞時谷 賽奇 我在這個公司裏面 又有洗冷氣 時光機都要洗冷氣才行 好了 所以有些片 昨天拍不到 希望大家都體諒一下 最多明天介紹一下 新主持給大家認識一下 記得訂閱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